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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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是它的一种设计风格和设计理念 昨天看的这支秀它主要打的是蕾丝感的一种 有女人的性感 因为女生都很喜欢蕾丝 因为有很多网友都说你富白貌美大长腿 也有网友说你披个麻袋出门也会很美 或者说你的日常着装就是我美舞很任性 随便穿一穿的还是会给自己有一些精心的搭配 还好吧 就有的时候看有空虞的时间 或者说今天心情正好想要打扮一下 那就会画个妆然后打扮一下 只有在心情好的时候我会说要戴一些配饰 然后对啊一些项链啊戒指啊二环啊之类的 平时的话还是会说如果赶时间 或者说是就今天就随意出门吧 就今天就不想再去打扮的话 那就以舒适宽松为主 好那你是精分少女吗 不是 不是吗都已经四文字打 你觉得你还不精分吗 没有啊 这个记者也不是我呀 那你是爱自然少女吗 是吗 除了对着狗狗又是你本来说 有的时候我提问就会有点紧张 哦天啊 除了对着狗狗学狗叫 你还有什么神奇的事迹 说出来大家也都愿意地嘲笑你一下吧 我好像也没什么太神奇的事迹 我会那个开窗然后跟路人交谈 小心哦 小心路上走哦 有错哦 就很受到惊吓 这样 好特别大人哈喽 那你平时爱自拍吗 你自拍会不会屁图 会怎么屁图呢 还好 有的时候很适合自拍 就是怎么拍都自认为好看 那有的时候不太适合自拍 就哪怕是画了很好的妆 自拍也都觉得 今天怎么这么丑啊我 怎么拍都不好看我 就有的时候拍的角度好了 那你就不用去那个啥了 那有的时候会 就拍的角度不好 就就这个这个自拍也就废了 那最后呢想让你对着镜头用婴儿哭的声音说一下 凤九喜欢你喜欢的不得了 凤九喜欢你喜欢你喜欢的不得了 很可爱呢 那请用新闻联播式的腔调说一下天亮了把我的秋裤还给我 各位观众今天是2017年9月25日欢迎大家收看某某某某新闻 那今天呢在这里想要告诉大家的一条最新消息 最新消息呢是天亮了 请把我的秋裤还给我 谢谢 不好意思 你最后一道问题 那个最后一道问题呢就是用迪迪热巴的声音说一下 一时尚你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 一时尚你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 我们采访结束了 那你觉得我回答的怎么样 对啊 这就是 你知道吗 他说做24年少女 OH MY GOD 好厉害 小苗爱维码更多精彩内容和免费好礼等着你哦 对啊 对啊